来自香港的协力车队志工黑狗 2019年时 曾来台湾看到两位年轻的 四丈者与志工骑单车环岛 回去香港后开始规划本次的单车环台 不许说起来应该回到2009年 我在台东遇见两个年轻人 一个是失明的 两个年轻人都是18、19岁 他们骑这个协力车环台 我感到很奇怪 我去跟他们聊天聊聊几句 原来他们都是学生 趁这个假期了 去做这个环台的事情 我觉得很奇怪 也很佩服他们 回去香港以后 我就向一个医生 搞这个盲人体用活动的技巧 跟他们推荐 推荐这个开量 说过以后了 他们也觉得可以办 所以就办了一次 这个四门人士骑单车 我们利用协力车来办这个单车活动 对 做了 做了以后 有很多的 很多的 我们叫围步 有很好的围步 有很多人都说很好 可以第一 可以有运动 另外 另外他们打开他们的新圈 新圈 打开新圈 他们开了很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车了 我就不定时的参与 参与这个自工的 这个单车自工的活动 后来呢 有入到一个断置的 他因为交通意外 交通意外 那个 左脚要 要 各锤 他 那个情水 那个情感 刚到 刚到 谷底 后来呢 都朋友 推荐 叫他 叫他跟我们 骑单车 一开始 骑单车的第一次 他骑单 在 蝎里蝎后面 他哭得很厉害 哭得很厉害 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怎么样应付 就安慰他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哭得这么厉害 后来呢 就知道他的情水了 因为他在人生的沟风 特别遇到交通意外 又割掉一些脚 所以 他的 心里又受到很大的打击 后来我们利用这个单车舞动 万万去鼓励他 他 现在已经开朗很多了 这次 玩台 他也 有 跟我们一起来参加 这次 就是我们的推动力 就是这样 你要记住啊 我期待你帮来参加 好 我期待大家到参加来 好 好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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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